最近前TVB宫女专业户李美慧在社媒上晒出一组和老公孩子一起在国外滑雪的照片 只见富豪老公穿着国外比较常见的平价滑雪服 而李美慧却穿着奢侈品牌 不免让人感慨李美慧这小日子过得挺不错啊 他们这次去滑雪是一家厮口一起出去的 不过上进的只有大女儿 毕竟儿子才几个月不方便带到滑雪场也是情有可原 熟悉港圈的小伙伴应该对李美慧的故事有所而闻 他在2018年时嫁给了比他大25岁的富商曾文豪 曾文豪这个名字或许大家不是很熟悉 可他的女儿们却是娱乐版常客 曾文豪有过一段婚姻 前妻叫杨应兴 是和超穷闺蜜 两人一起创办过著名的天机公关公司 曾文豪和杨应兴生了三个女儿 大女儿曾昭仪是和超穷非常疼爱的干女儿 每年曾昭仪的生日和超穷一定会排除万难 亲自到场 曾家和何家是老邻居 要知道能有住在同一个街区的家庭 阶层差距不会太大 曾家的财力和何家没法比 但也是城中的真豪门之一 曾文豪自己是个没什么大本事的富家子 不过他前妻杨应兴可是女强人 他和曾文豪结婚多年 生了三个女儿 一直家庭幸福 曾文豪并非爱鬼混的花花公子 两人之间也没听说闹什么意见 谁知年纪一大把了 这对突然离婚了 离婚才几个月 曾文豪就娶了名不见经传的李美慧 李美慧16岁参加中华小姐环球大赛选美出道 她因为会武术得过最佳才艺奖 后来就在娱乐圈边缘大转 2006年李美慧参选港界 十六强未入 被TVB签下常年用来演宫女 她入行十多年 最有代表性的角色就是 宫心界二里太平公主身边的小宫女 李美慧和曾文豪认识仅仅半年就闪婚 最离奇是李美慧说 婚前她完全不知道曾文豪是有钱人 那家这么个比自己大25岁的黄牙胖子 图什么样 婚后李美慧光速开枝散叶 2019年生了女儿 2022年生下儿子 你看看庆祝62岁生日时 曾文豪这笑得见牙不见眼的样子 一家人如重心捧月斑 把布满周岁的婴儿捧在胸前 曾文豪左手边是她82岁的老母亲 这家人是有点不显老的基因在的 这老太太82岁 谁敢信啊 最牛的是曾文豪这场生日宴 前妻杨颖心也在场 而且一直帮着招呼朋友 两人虽然离婚 但还有共同的生意 30年婚姻社交网早就密不可分 这家人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格局 李美慧负责照顾孩子 前妻负责应酬朋友 怎么感觉回到了冯建社会 为了继承香火 大方给老爷安排纳了个歉 李美慧婚后还有新闻报道 家里原本有私五个庸人 他辞的只剩一个 其他活都亲力亲为 和香港所有豪们一样 传奇人物都要从上一代说起 曾文豪的父亲曾介华 才是这个家族发达的根本原因 他是福建人 九岁痛失双亲和大哥相依为命 从小读书了得 长大后到晋江经商 后又辗转前往缅甸淘金 在缅甸 曾介华娶妻生子 成家立业 他从事的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 大米行业 还曾到重庆短暂效力于前政府 他当时创办的是抗生素制药厂 是战时非常重要的资源 胜利后无偿捐献给县政府 因此曾介华算是左右逢源 战争结束后 曾介华凭借庞大的人脉 将声音网扩张到船务 地产 酒店等行业 名下产业遍布整个大华人区 五六十年代 曾介华又认识了冯万林 这冯万林就是曾文豪的亲妈 非常低调 年轻时的照片基本找不到 看晚年照应该是个美人 因为年代特殊性 曾介华有两房妻子 大房生了五个孩子 二女三男 二房生了两个儿子 1997年曾介华去世了 享年84岁 曾介华的葬礼极尽奢荣 他家族一名成员曾撰文记载 您的老朋友六叔公邵一夫 年纪最大 坐着旧款劳斯来撕车 拿着拐杖来看您 特首董建华亲笔为您写晚联 并亲临拜祭 台湾商界巨人孤政府老先生 专程飞到香港 送您最后一程 香港首富嘉诚书赶来为您扶林 林格丽的舅舅 香港名流大字金花奖章 得主黄豹新伯伯 用四种语言念了到此 短短几句话 提到了吴县邵义夫 前特首董生 台湾孤政府 首富李嘉诚 亚氏台长黄豹新等名字 都是香港富豪圈举足轻重的人物 由此刻见 这曾家是绝对的真豪门 曾经华去世后 他的遗产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终点 这位在1997年就有百亿身家的老人 一生偏爱二房的两个儿子 他把遗产分成三份 大房五个孩子拿一份 二房两个儿子一人一份 曾文豪兄弟俩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份 约为82亿 要知道 那是1997年 金融风暴一触即发 然而曾文豪却完全没有预感到 市面上的危机四伏 他一头栽进金融市场大把投资 老爹尸骨微寒 把12亿就惨别两亿 硬生生输了80亿 要不是郑玉彤出手拉了大侄子一把 曾文豪就只能等着破产 眼看哥哥曾文豪不成绩 弟弟总该有点秧子吧 这小儿子更觉 他见家里豪宅豪车 随着哥哥的努力工作纷纷一主 他不能坐视不理 曾文能挪用公款8000万 用于维持奢华的生活水准 天一黑就带着城里的小明星旋转餐厅吃饭 看夜景油车盒 最后结果可想而知 他因为坚守自盗 作假账等罪名 被判入狱六年 至此 曾家基本已经无缘富豪圈 但到此故事才讲了一半 曾文豪有个好老婆叫杨颖心 杨颖心是随时做好准备思维 全场那种社交达人 她生了三个女儿 一个拜何超穷做干妈 一个拜荣文卫 一个拜何超凤 就凭这几个干妈 曾家即便再不入流 曾家女儿们在香港民怨圈 依旧有一席之地 可惜这曾文豪不知足 把家里万贯家财散得差不多了之后 他左思又想觉得 自己这辈子没什么希望了 于是干脆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 这家里的皇位 必须有胎子才能继承啊 而杨颖心 一是年纪大了 二是事业心重 都当外婆的人了 断断不可能再去试管生孩子 看到曾文豪整天小儿子 他也就干脆同意离婚 离婚半年 曾文豪就娶了黎美慧 黎美慧原名李思廷 广东人小时候在北京长大 他2003年从北武毕业 有个明星梦的李美慧 用韦韦的名字 参加凤凰卫视的中华小姐 环球选美到了香港 2006年参选港姐 十六强都没入 不过他还是和TVB签了约 在各种剧集里跑龙套 稍微知名一点的 有一只千金 少年四大名补 Click入黄金屋 不过都不是正式角色 最多有一两句台词 李美慧的事业发展堪称惨淡 他的情路也是毫无波澜 他曾经有个北京男朋友 多次对他骗财后 两人就分手了 之后他一直单身 李美慧会跳舞会无数 长得也不差 但直到30岁都是圈内小透明 2018年 曾文豪离婚后 开始频繁出入社交场 参加各种聚会饭局 在某一场饭局 和31岁的李美慧认识 之后 他们相约一起爬山 认识半年后 就宣布正式结婚 更觉得是 当时李美慧肚子里的娃 已经四个月了 李美慧一直坚持说 她不知道老公是有钱人 曾家的家产虽说败得差不多了 但剩下那几衣 也够吃香喝辣了 曾文豪一个人住在 闸电山大别墅里 养着树枝牧羊犬和狼狗 家里车库里停着五部车 出入有司机开车 家里有四五个佣人 李美慧2019年生下女儿后 就辞退了家里的所有费用 只留下一个做家务的 其他时他统统选择自己 动手亲力亲为 他说 女儿虽说出身富裕人家 但他不打算富养 之所以辞退佣人 就是希望培养女儿的动手能力 多想他当个依赖神手 饭来掌口的小公主 李美慧的生活重心 都放在孩子身上 在她的训练下 女儿一岁就会自己穿衣服穿鞋 两岁就能自己洗澡 2022年 李美慧又为老公生下了儿子 这是曾文豪第五次当爹 却是第一个儿子 他高兴得快疯了 李美慧说 要抱着平常心 才能遇到有缘人 曾文豪之所以选他 就是因为他崇尚自然 平时基本不化妆 也不做指甲粘睫毛 微妙的是 在李美慧为 曾家生儿育女这几年 杨颖心从来没有 退出曾家的社交圈 曾文豪最好的兄弟 是许静亨 他女儿们身边的朋友 也都是城中有名的千金 比如林青霞继女行家前 还亚公主林田儿等 曾家女儿结婚这种大场面 自然是要由杨颖心来主持 平日里的爬梯聚会招待工作 李美慧恐怕也难以胜任 还是要杨颖心来安排策划 李美慧从进门第一天 就和杨颖心相处和谐 她和曾家成年的几个女儿 也很融洽 曾昭仪的女儿 经常和李美慧的女儿 一起出去玩 不知道如果打起来 该如何描述 你孙女打我们的女儿了 讲了这么多 最后只想感慨一句 钱真是个好东西 看在钱的面子上 什么事都能宽容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好